大家好,我是蒙福关爱Montfort Care的创办人间执行长黄明德 很高兴今天受邀参加一书一故事 你朗读我捐书的慈善公益活动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取自这本书 如果不是那只叫QQ的鱼 好,现在我就开始为大家朗读了 话说四年前 岛国掀起一股罗汉鱼热 家家户户都买鱼缸养罗汉 有一天,妈妈带回一条小罗汉鱼 说是朋友送的 我不是宠物迷 总觉得养鱼养猫咬狗都是很烦人 很麻烦的事 无奈老妈先斩后奏 也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张罗一番后终于把小罗汉鱼安顿下来了 没想到这只罗汉却和我们皇家 结下了几年的不解资源 有一天,妈妈对我说 他叫QQ,是啊,是阿传曲的名字 阿传是老妈的宝贝外孙 也是我的外甥 六岁的阿传说 小罗汉头秃秃的 身体圆圆的 很可爱 所以就叫他QQ咯 照顾QQ并非难事 但是也需要分工 我是主外的 负责购买养鱼的饲料 以及必需品 老妈和姐姐就主内 负责QQ的身心灵的健康 妈妈最夸张了 除了喂食换水等固定工作之外 他最喜欢和QQ玩耍了 养猫养狗可以抱着猫狗玩 那养鱼怎么办呢 只见妈妈把手伸进鱼缸中 来回把玩 一会儿和QQ玩起追逐 一会儿又用手抚摸着QQ 只差没有把QQ从水里抱起来 有时玩疯了 QQ也会意外地去咬伤妈妈的手 妈妈痛起来也会破口大骂 只是没几天啊 他又开开心心和QQ玩在一块儿了 就这样 QQ不声不响地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了 过了几年 我们和QQ的缘分也到了尽头 有一天 老妈惊慌失措地对我说 糟了 QQ的眼睛瞎了 几天没有留意 QQ的左眼居然变得又长又凸 整个眼球就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 很可怕 妈妈赶紧换水下药 可是过了几天 情况更糟 看样子 左眼球就要快爆炸了 QQ也完全没有食欲 呆呆地躲在鱼缸的一角 我问了好几间鱼店的老板 他们都摇摇头 细菌感染 没有救了 我和姐姐不忍心 让妈妈看到QQ病危的惨况 终于我们向妈妈提议 妈 倒不如我们把QQ放到池塘里吧 起先妈妈不一 但后来她也知道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你去买一包小红鱼 让QQ吃饱了好上路 我想 这是妈妈能为QQ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 隔天晚上 我买了一袋小红鱼 当踏入家门的时候 就听到妈妈对我说 QQ完了 我一看 QQ的双眼已经 吐污 而且翻白 全瞎了 我也顾不得那一袋最后的晚餐了 对妈说 她不行了 我们现在就把她带到池塘去吧 妈妈摇着头说 我跟你们一起去 七手八脚的把QQ放在大水桶中 正要出门的时候 妈妈却突然说 我不去了 看着妈妈泛红的眼眶 我知道她不舍得清心情 池塘就在家楼下 整个放生的过程不到一分钟 老实说 我当时也没有特别的感受 只想要快快地完成 这项我不情愿做的事情 把QQ放到水中时 望着偌大的池塘 我只是愚昧地希望 QQ能够体谅我的无情 回到家 妈妈姐姐都没有开口 每一会儿 我们就各自回房睡觉去了 只是我想 这一觉对大家来说 都是痛苦的 我以为QQ走了 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了 然而第二天 第二天却发生了死料未及的 《人与情未了》的续篇 想必妈妈是对QQ万般不舍 第二天 她独自一人 趁天还未亮的时候 就来到了池塘 还带来了布袋及铲子 她心想 若QQ死了 就会浮上水面 她打算把QQ捞起来 装在布袋中 好好地安葬 妈妈在池塘 绕了几圈 都没有看到QQ的踪影 情急之下 她边走边叫 QQQQ 妈妈来看你了 好在池塘周围没有人 要不然就把妈妈 当成是疯婆子了 就这样 妈妈在池塘绕了几圈 还是没有发现 妈妈心想 她真的走了 正打算回家 她突然有一个预感 回头向池塘一望 那不是QQ吗 那只凸了双眼的QQ 就出现在妈妈 近处的池塘边 妈妈看傻了眼 没错 QQ回来找妈妈了 只见QQ在妈妈的身边 游来游去 而妈妈可能 无法相信眼前所见 只一味地叫着 QQQQQ 过了一会儿 QQQ转身 的告别仪式 妈妈也就放下了 她和QQQ的四年情缘 没多久 妈妈就兴冲冲地对我说 我要跟朋友去海上玩了 这一次 我知道妈妈OK了 QQQ出现在池塘后的几天里 妈妈和姐姐 还是尝试到池塘找QQ 只是QQ再也没有出现了 故事读完了 如果不是那只叫QQQ的鱼 谢谢 今天和大家分享 这个QQ和我妈妈的故事 其实让我很感动 我想周边很多的小朋友 都有养宠物的 我们很多时候把宠物当成玩具 但是妈妈跟QQ之间 让我觉得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跟这些小动物 也可以产生很多温暖 很多暖心 很多很感人的情感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情感 升华成 我们对周遭的动物的 一种的大爱 谢谢大家